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妈把头伸出阳台看了看 又开始叨唠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金星秀 没有吭声 这次我是铁了心要离婚了 在她眼里 我确实是左 我嫁到传说中上有天堂 下有苏航的苏州 老公张华是独子 又是苏州本地人 光拆先房就有三桃 她逢人就说 她闺女带到福窝里去了 婆家老有钱 结婚时 婆家给了六万六的财力 我妈给我的陪嫁 就是一个硬有双喜字的糖丝脸盆 尽管我是她唯一的孩子 但在她看来 婆家很富有 啥都不缺 结婚当天收的份子钱很多 每个红包都是厚厚一搭 我猜想 每个红包至少也有一万 但是 还没轮到我叔叔 全被婆婆收走了 有谁能知道 这两年我空顶着富婆的美名 却穷得没有自我 婆家三套房子 一套小户和一套中户出租了 我们和婆婆住在一百二十平米 四居室的大户 我和张华是大学同学 有着共同的爱好 爱玩 爱吃 经常婆婆做好了饭 我俩还偷偷溜出去下馆子 无疑 十一黄金周 在团购个全国有 我俩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没有房贷 车贷 小日子过得还是挺滋润的 每次向我妈炫耀 我们又出去旅游了 她都用白眼弯我 说我们败家 逍遥的日子过了两年 儿子出生了 月子里 婆婆天天积押欲弱的次号 让我曾经的杨柳细腰 变成了水桶腰 产假马上结束了 再不减肥 都没脸出去见人了 饭桌上 我提议让张华去国 买台跑步机 她立马答应周末去买 但没具体说是哪个周末 三个周末过去了 我又问时 她猝起眉头 嘴唇朝婆婆挪了挪 工资卡被收走了 出去跑步不是一样吗 婆婆边收拾碗筷边说 张华虽说都算是大级的男人了 什么还都听她妈的 婆婆有心脏病 只要婆婆认定的 她还真不敢顶床 她总怕惹她妈动气 她两手一摊 一副无奈的表情 她妈是没动气 可我的怒火 腾得窜了出来 我使劲往后一踢凳子 回了房间 前天 我想出去吃酸菜鱼 婆婆说自家买鱼削片 放点酸菜 在家吃一样 这次也忒过分了吧 祖兰不让买跑步机就算了 竟然还将工资卡收走 我想把婆婆给儿子买的 国产奶粉换掉 买进口的 她不肯 一方面 她认为她妈做的都对 另一方面 婆婆每月 仅给她一千块零花钱 她天天宝贝似的捂着 男人没钱就没了胆 什么都不敢干 没有了工资卡后 她不再安排旅游 也不带我出去吃饭 从不迷恋善网的她 像没了骨头似的 整天窝在电脑房 追剧 打游戏 我们的沟通越来越少 争吵却越来越多 每次长完假 我都带了儿子回娘家疗伤 吃着我最爱吃的辣子鸡 烦恼就能减掉不少 婆婆控制前 老公妈保难的事 我从来不向我妈诉苦 因为我知道 我妈除了信我婆家有钱 别的都是天方夜谭 为了解决手头紧的问题 我提前结束产假 上班第一个月 工资刚到账 就接到我妈电话 她总说最近 感觉身体不舒服 想去做全身体检 让我准两千给她 三千五的工资 瞬间变成一千五 买买卫生巾 化妆品 已经所剩无几 第一次体会到生活艰苦 路边的烤红薯 让我挪不动脚步 看看微信里 仅剩的七百块 还要支撑一个月的开销 我擦擦口水走开了 走出几步 又深呼吸几下 再次闻闻香喷喷的味道 还没等第二个月发工资 我妈电话就打来了 说人家催她要花肥钱 让我先给她垫上一千八 我知道我爸在工地上干活 工资有可能会被拖欠 所以工资一发 我就将钱给我妈转过去 可是此后的每个月 我妈都会各种理由向我要钱 要么是看病 要么是买花肥 甚至亲情间随的礼金都向我要 孩子慢慢长大 我的开支越来越大 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 我将自己的雅诗兰带 换成美加镜 将国际商城的会员卡 削了户 但还是辱不复出 我妈最狠的一次 给我要三千块 说要给自己买保险 无助的我 拨通我爸的电话 我爸很诧异我妈的做法 因为他每个月 都把工资寄回家 我妈根本不缺钱 武智洪从说 家是港湾 爱是退路 而我妈给我的 却是雪上添霜 从此 我再也不愿意回家 也渐渐淡忘了 辣子鸡的味道 不愿意回娘家 更不愿意回婆家 自从有了儿子 我便没有了自由 有时晚到家十分钟 婆婆都会打来电话 问我去哪里玩了 哪怕部门聚餐 婆婆都让张华 催上三四遍 让我早点回家 人没钱不如鬼 汤没盐不如水 生完孩子这一年多来 张华连个内裤 都没有帮我买过 更别提给我过生日 情人节了 缺爱的女人 就像缺水的花 看到一丝光亮 就以为拥有整个太阳 老吕就是这时候 走进我的生活 老吕是我们公司的司机 每次去银行办事 都是老吕开车送我 有次 晚上因为被照 和婆婆闹矛盾 我不想用婆婆 给我们的暗蓝色 调纹被照 老气不说 还有一种压抑感 就自己网上买粉色 Hello Kitty图案的被照 早上装好走的 晚上回来 却发现已经被婆婆 换了回来 我冲到厨房 对着婆婆就吼了起来 管得太宽了吧 一点自由都不给人留嘛 再这样下去 我非得离婚不成 她锅铲一扔 泪都没掉下来 就开始哽咽 我都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还不知足 新被照假全多 对小孩不好 张华冷冷地瞥了瞥我 拎起新被照 就送到楼下车库去了 四周洁白的墙壁 令人浑身发凉 我无助地在沙发上 全送了一晚 一夜没睡 早上去银行 刚上车就困得撑不住了 当我醒来时 身上盖着老吕的泥大衣 她递给我一盒辣子鸡 一杯热牛奶 久违的辣子鸡 久违的温暖 瞬间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她从前面 穿了面筋纸递给我 让我趁热吃 哭好吃饱 我自己到处 积蓄许久的苦水 她只是静静地听着 她说 怪不得自从我生过孩子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整天一副 稀释重重的模样 被照事件后 我再也不在家里吃饭 尽量都不和婆婆打照面 她也不再盯梢似的盯着我了 张华对我俩的冷战 熟视无睹 她还是躲在电脑房里 甚至被子也抱了进去 在我被孤立的日子里 每次晚上加班 老吕都在公司等我 带我去吃饭 然后送我回家 每天早上 都能看到我办公桌上的早餐 有时是梅干菜肉包 加一杯牛奶 有时是粉丝包 加一杯豆浆 中午 她时不时 就会给我叫烦辣子鸡 早就听说老吕离异 带着一个十二岁的儿子 她听了我的诉苦后 才让我敞开心扉 她的婚姻 和我出奇的相似 她结婚后 一直是她母亲 控制她的收入 因为她还有一个 读书的妹妹 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弟弟 她和妻子的感情 原本也挺好的 随着母亲的介入 妻子越来越不满 那时 她只认为母亲都是对的 她也应该对妹妹 弟弟负责任 可是 她却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儿子五岁那年 妻子走了 等妻子离开之后 她才明白 作为丈夫 她也有呵护妻子的责任 她有时真的该忤逆母亲 母亲虽然是长辈 但有时真的 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可是 世上没有后悔药 每次听到儿子睡梦中 呼唤妈妈 她都会流泪 同命相怜的我们 不知不觉 对鼻子产生依赖 她比我大13岁 但是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 她给我太多的温暖 加班后 她带我出去吃烧烤 吃酸菜鱼 逛夜市 她会细心地帮我擦起嘴角的忧 会弯腰帮我系上散开的鞋带 恍惚间 我有种错觉 以为她就是张华 因为这些 都是大学时代张华帮我做的 周末 张华穿着睡衣 在家打一听游戏 她不问我休不休息 也不问我出不出去 老吕会周五加个晚班 腾出周末 周六带我和儿子 一举去西山看梅花 去吃农家乐 周日带我们去苏州乐园 天性爱玩的我 坐在过山车上疯狂 她抱着我儿子 一脸宠溺地在下面望着我 我终于又过上 婚前那种自由放飞的生活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那个宠溺的眼神 不是我丈夫的 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 2020年疫情 公司国外订单越来越少 公司开始裁员 我和老吕都没能幸免 我本来工资就低 下个月连最基本的 三千五也没有了 也就是我的基本生活 都无法得到保障 周末 她订了个包厢约我出来 她打算领了十叶金 就回东北 儿子要上初中 她要回去照顾儿子 我们虽然相处了很久 但是那天 她是第一次说出她爱我 还为我买了一条金项链 如果可以 她说她希望我带着儿子 跟她一起回去 她保证不会再让她母亲 伤害到我 她经历过一次不幸的婚姻 不会再有第二次 我相信她说的这些 都能做到 只是 我还不能确定 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毕竟 我和张华曾经 有过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我低着头 没有接过她递过来的项链 也没有回答她 我们相对坐着沉默了许久 包厢里只有我俩的呼吸声 此起彼伏 最后 我打破了沉默 因为我还要回去 带儿子体检 他落寞地看着我 没有说话 体检单出来 儿子的身高和体重 都不达标 医生要加强营养 我回到家 再次向张华提出 给儿子换奶粉的事情 原装进口奶粉 京东上268元一罐 跟儿子吃半个月了 张华头也没回地 咕噠一句 换也行 咱俩一人出一半 我出134块 多么熟悉的声音 多么熟悉的数字 如今听起来 却是如此刺耳 以前 她发红包 每次都是1314 她说她会爱我 一生一世 如今的134 是我们儿子的奶粉钱 她有AA制 我心里只打颤 手哆嗦着 差点将孩子摔着 看着怀里熟睡的孩子 我慢慢震静下来 收拾下衣服 我准备赶下午 最晚的班车 回家去看我妈 出门时告诉张华 等我回来 我们把离婚手续办了 上了大巴车 我就给老吕发了信息 也发了我妈家的具体位置 那一刻我决定了 我要跟她回东北 自从我妈 向我要三千块那次 我就再也没有回家了 显然 我妈看到我回来 很兴奋 大晚上的 她还张罗着 给我做辣子鸡 临睡时 我告诉她 我和张华过不下去了 我又找了个离异男人 准备跟她回东北 以后回来次数 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她像是没有听见 又好像故意不听 一直逗着我儿子 咯咯地笑 三天了 我给老吕发信息三天了 她都没有回信息 难道她变卦了 她看不上我了 我开着电视 眼睛却一直盯着手机 我想看到老吕的消息 砰砰的敲门声 打破我的思绪 肯定是老吕 我蹬得站起来 我妈撑着雨伞打开门 门外是张华 还有婆婆 婆婆进来放下牛奶 就拉着我妈进了礼物 张华抱起儿子 拉住我的手 满脸内疚 她递给我她的银行卡 还有一串展现的钥匙 张华告诉我 老吕大哥已经回东北了 昨天晚上的火车 他送老吕去的火车站 原来 老吕去找张华 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 讲给张华听 他也告诉张华 我俩的事 他知道我还爱着张华 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家 说通张华后 他还见了我婆婆 原来 我婆婆看我生完孩子后 还是那么大手大脚 就把张华工资卡控制了 张华的钱他也没花 他卖掉那套中户 凑一起 在市中心实验学校对面 买了一套学区房 许久 婆婆和我妈都出来了 我妈戳着我的头 死丫头 啥事都不给妈说 妈还以为你过得挺好 说着 将一本存折递给我 你的见面里六万六 平时我给你要的钱 一共五万 还有你爸给你存的 一共二十三万 原来 我妈也是帮我存钱 婆婆控制我老公的钱 她是出于对我们的爱 我妈替我存钱 也是对我的爱 只是 她们的爱对我造成了伤害 这事 电视里金星问孟非 你女儿以后婚姻你会干涉吗 孟非说 我不会 子女的婚姻 父母介入的越深 她们幸福概率就会越低 我接过了我妈给我的存折 但是没有接张华的工资卡 毕竟她让我的心凉了这么久 姐灵还需戏灵人 什么时候她再把我的心误弱 我才会回心转意 跟她好好过 我知道 是我们双方父母的介入 扰乱了我们的生活 而真正让我感觉情感疏离的 却是张华的不作为 婚姻里如果两个人心向一出 再长的梅雨季 也能熬住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通过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